3點 luckily 是 我今天幾點出門 3點 我們從三點開始接播 然後到我這邊應該是5點多了 我們就這樣子一路塞塞到了這裡 然後中間不知道停了幾個休息站 我們提早出發 然後還開錯路 哈哈哈哈 我們提了三個休息站 我們歷經了 八九個小時後 我們要抵達台東 好啦其實還有一段時間 我們現在在屏東的尾巴 我們這次呢 二二八連假 規劃了四天的旅遊 這是我們雪樓旅行社 欸雪樓 雪樓我們是雪樓旅行社 這是雪樓 這是雪樓 今天的行程呢就是想說 我們第一站就是國道觀光 從台北一路開到了屏東 一路把西邊都玩透都看透了 預計應該是4點 4點的話我們可能就先準備去 Check in 吃個晚餐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 體驗台東的夜生活 我們來看看台東的夜晚有多美麗 太棒了 真的一個期待 今天從台北差不多3點多出發 然後一路一路接送大家 到達台東已經4點半 非常累 真的是RESPECT 溫柴就是他開的車 我們剛剛到達民宿了 然後因為大家都累 先在民宿休息一下 早等呢就是會出發去吃晚餐 等等有時間的話呢 也帶大家tour一下我們這次住的民宿 這次住的民宿是在台東之本的TTA民宿 因為我們這次人蠻多的 所以我們就是直接睡一個吃人吧 就是大家一起睡啊 真盡感情 大家好 呃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大家好 歡迎宋宇阿高峰 這是我們的食人房 宇阿高峰 宇阿高峰你今天睡上面 蛤 這不是你的房間嗎 我們從今天現在開始交吧 我們要來解密食人房的神秘小公圈 3 2 1 啊 上面是床墊欸 也可以睡冷喔 真的假的 來接棒 上面長這樣 欸真的很像哆啦A夢的房間欸 這就是我們的食人房 非常的簡單 太棒了 謝謝你精闢的見解 謝謝 而且這個民宿有附身卡拉OK喔 而且還可以吃早餐 對 對 他有附早餐 在8點到10點之間 沒有錯 我們現在要來吃晚餐 我今天特別戴了這個帽子 有沒有很扯 因為我們晚餐呢 就是要吃手工 啊 這個比較扯 好扯 真的要扯到 真的要扯到 要吃手工扯麵 所以我就用了一個最扯的造型 這個還可以當那個財神爺 財神當我家門前爺 對不起 我們這個呢是參考了一個老師推薦 他叫停停台東漫漫遊 他就有推薦這間河南手工扯麵 待會就來嘗先給大家看 來嘗試吃看看台東老師推薦的牙籤肉 他吃起來就是滿滿的孜然的味道 然後有點微辣 的確真的滿適合下酒 然後配一個東西吃 他的肉本身是冰冰涼涼 我以為會是熱的 剛剛吃完呢 我覺得他的湯頭算是 看起來顏色蠻猛 但是湯頭沒有想像中那麼濃 他是比較偏清爽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今天是 喜歡太重口味的人呢 他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麵的話 他是扯麵 就是有點類似島香麵 吃起來會滿有嚼勁的口感 因為我看外表說 我以為他是比較軟Q的那種 結果沒想到吃起來 哇 是真的很有嚼勁的口感 感謝老師的推薦 嗨 剛剛吃完晚餐之後呢 我們就去逛了那個 正氣鹿夜市 剛剛就是在吃宵夜 喝酒兩天 度過了今天的第一個夜晚 那我們明天呢 預計早上要有預約沙灘車 所以就是也不能太晚睡 要起來吧 天鵝 大家晚安 晚安 好興奮喔 因為我們今天一早的行程呢 就是要來體驗那個沙灘車 它可以兩個人一台 也可以一人一台 價格不一樣 但是我們都選了40分鐘的體驗課程 那等等就會跟著教練的腳步 一起來玩沙灘車 好期待喔 出發 出發 GoGo 好 往右轉 往你右邊轉彎 Yeah 我們騎完了 Yeah 終於騎完了 我覺得我們大概騎了有三個小時 我覺得我剛剛原地的時候就有想說 我可以就這樣回家嗎 我們就這樣坐著就好 我好想回家 我好想下車 因為剛剛就是有朋友就在那邊說什麼 他們上次騎沙灘車會翻車 我超緊張的 對 我超怕翻車 然後我就一直覺得說 蛤 怎麼也太邪了吧 我快要掉下去了 Sherry就是一直安撫我 我就說他是四輪的 他是四輪的 不會翻 不會翻 那時候我一直都覺得好可怕 沒有 我們就想說他是四輪 他是四輪 但是我們真的有一次 因為他真的太邪 我們就真的差點翻過去之後 後面整個心臟就是一直在不同不同的 我真的覺得很可怕 但是我覺得他算是體驗了蠻多地形 如果你想要追求刺激的話 這邊的教練也可以帶你 他會騎得比較快一點 比較刺激 對 他會衝一波 我現在還心有餘技 心臟還是一直 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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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蹦 但我覺得蠻推薦大家可以來體驗看看 我覺得比遊樂設施的雲霄飛車還要刺激 還要好玩 那我們就下一站見囉 掰掰 等等教練要帶我們玩翹兩輪 工作人員 好 快一點 你看好嗎 我比剛剛還好 你搞 más誇張你那麼要 沒有啦 好 抓到了 Building 坐下 好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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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到新的喔 新的喔 OK嗎 出港了 出港 謝謝教練 好刺激喔 真的就在額外賺到 哈囉好強喔 那個打包 我人生第一次套圈全中 都刮路 好厲害 她太酷了 好棒喔 好棒喔